大家好,我是豆山翠,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温尼泊 昨天打了辉瑞第二针,副中用太强了 现在还有点咳嗽,还有身上有点发烧,酸疼 我今天就想给大家聊一下,昨天打完之后,身体上都出现了哪些副作用 真的是像肚结一样,我昨天是下午3点10分打的疫苗 打完疫苗,感觉身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反应 不过到我回来8点的时候,我的手臂有点肿胀 我就感觉也没啥 不过之前我爱的是打的,第一针是打的辉瑞,第二针是打的莫德纳 他的反应也是特别特别强烈的 当时也是发高烧,浑身酸疼,又吃止疼药 整整折腾了两天时间才过去 我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的嘛,就是觉得应该反应也不会太大 不过小看了,真的是小看了 有点像当小白鼠的感觉 打完第二针,晚上就是凌晨3点开始发高烧 就是身上浑身发烧,开始发高烧 不过就是发烧,当时烧到38度,8度多,将近39度 特别特别冷,立马盖了两床被子 盖了两床被子之后,还是冷 凌晨3点,折腾了,折腾了,就是浑身酸疼 五点的时候,就是开始吃止疼药了 因为太难受了,太难受了 你们现在还能听到我那个,就是嗓子不是太舒服 吃了止疼药之后,就感觉那个身上有点好转 只是有点好转,真的是身上还是无力酸疼 全身酸疼,不只是胳膊,全身酸疼 没退烧,就是也是发高烧 在早上拔电的时候,又开始发高烧 当下体温也没有降,真的是没有降的趋势 太折磨人了,不过还是高烧不退 身上发冷,在床上躺到10点多 10点多,到就是说下来吃个面包 吃个面包,喝个牛奶,什么真的也不想动 到中午12点多的时候,就开始往下退了 不过,高烧退了之后,妈呀,那真的是浑身酸疼无力 又开始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在那躺着,就是说我的反应太大了 我听说别人有所反应,就是说发高烧不会延续这么久 我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现在身上还是发着高烧 下午就开始咳嗽,一直在咳嗽 像他们说的是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 每个人的负重也不一样,有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说没有什么反应,就过去 我本来我也想的是,应该我会是那种50%没有啥反应的 直接就过去了,可是反应太大了 现在就是用嗓子疼,咳嗽,身上还是有尾堂,现在还是发着高烧 不知道明天早上会不会好转 真的是有点像当小白鼠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你们打的是哪种疫苗 像辉瑞,辉瑞打的是最多的,因为之前我们是第一针都是打到辉瑞嘛 就是觉得它的效果比较好,都是打到辉瑞 不过中间,爱人为什么打到莫德纳 因为辉瑞的话,它的那个机电到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没有货 所以说他就用,他觉得不是太在乎这个 就直接就又约了莫德纳,因为也比较快嘛 所以说他就混打了 现在又推出来一个强化版,第三针的强化版 应该对我来说,我不去打了,我是不去打了 这个真的是太这么人了 本来就是一个疫苗真的是在你身上反应 就是说为什么会坐到这给大家录视频呢 因为在加拿大这些打针的场所是不允许拍照的 因为它有一个特定的牌子,是不能拍照,不能录像 因为当时我也是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他说不允许 所以说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这样做到这儿 给大家聊了一下 有很多人问我,哪些人都可以在加拿大打疫苗 现在是打疫苗,不需要健康卡 全部人都可以打疫苗 只要你愿意打,都可以打 现在曼省只是开了第一步 因为他的接种率之前是50% 他说到达75%才会第二阶段开放 像阿省的话已经全面开放了 应该曼省的话也会紧接着 也会全面去开放 后面我会专门给大家聊一期 就是很多人在我视频下面留言的 我没有来得及回复的 也有很多很多问题 没有就是说一一回复的 我会把它整理出来给大家聊一期 或者聊两期 甚至三期去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也不是这么专业的人士 只是我给大家的意见肯定是我们经历过 会给到大家 让大家避免点坑 这样的话就是更加省钱更加省时间吧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有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